妳有欠嗎 妳有欠嗎 我怎麼說的 妳有什麼面對 妳有什麼面對 黃子焦滿臉胡渣 北檢富汛 張小燕繞重話 陳鴻回應了 老師講 我有點雞皮疙瘩 唉唷 你也知道怕 跟隨NO哥前天的腳步 黃子焦身影46天後 今天下午3點半前往北檢富汛 只見他戴黑帽 可能是忘記戴髮片 滿臉胡渣 低頭不語 自從焦焦六月被捲MeToo風暴後 他先是躲在自家廁所 開地圖炮 點名演藝圈有罪的人 然後再發兩萬字 史詩及常溫頭拍 請各位想像一下 對六月十九的我而言 被看穿了過去暗黑的一部分 全心靈萬念指揮 我真的什麼都可以不要 走進來真的有一種 就是 待機大雕的感覺 沒想到才剛得金融獎 就被抓來開庭 沒想到一語成稱真的上法庭 據報導今天檢方去黃子焦家搜證時 老婆夢跟Ru也全程陪伴 我們是一家人所以 發生什麼事情我們都會 一起面對 我要跟你跟你說 我沒有一天不愛你 我絕對是有改過自信了 你來放心 老婆 我這輩子為什麼還會遇見你 如果沒有遇見你就算了 哭哭說了五四三 我們來聽聽焦焦的朋友怎麼說 我 事實上我跟教哥 你們的互動環節不多 可是我覺得我們都會 在 人生的街坊那邊 都會有很難處 和非常的時間 我覺得這個時候 我覺得身為朋友 就是要祝福 還有要關心他的家裡 我覺得 不要再去 像有的人在後面 在去 忽畜 忽畜 什麼的 意味都不大 因為我覺得 做你們真的都不容易 尤其是 我們看是覺得可憐 我們看是覺得可憐